咱们现在说,上面用的基本上都是四线的,五线的,还有六线的,对吧 你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养传感器有一线的,有两线的,有三线的 但是逐渐的都被淘汰掉了,是吧 现在运用的最多的是四线的,五线的,还有六线的,对吧 四线的就是咱们一般的养传感器 而五线的和六线的又叫那个宽屏宽带养传感器,对吧 而咱们养传感器,它有,嗯,就说有好几种分类 它呢,分二元化搞的和二元化态的,明白吗 啊 而咱们汽车上面的呢,就是说现在,汽车上面所有的,就是说 养传感器基本上全部用的都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二元化搞的 对吧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要不要看一下食物图啊,咱们这个养传感器你们都有见过吧 应该不用看食物图了,对吧 食物图就不用看了啊,好吧 食物图你明天自己找要去看了也行,好吧,我给大家画一个养传感器,然后大概像什么样子啊 我先先讲咱们的视线养传感器,好吧,视线的呢,就是比较好理解 咱们养传感器是有视线,对吧 啊,这个没错吧 养传感器,我不知道咱们这同学就是认为这个东西,简不简单啊 其实我感觉这个东西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这个呢,相当于咱们的那个养传感器,对吧 养传感器有四根线,是不是啊 那它四根线分别是什么线,咱们这同学有没有人去实测过 啊,有没有人去实测过 两根加热是吧 对,咱们这同学还是比较厉害的啊 中间呢,这两根是加热的 而咱们旁边的这两根黑颜色的这两根呢,它呢是信号 它这个信号怎么来的呢,咱们慢慢的说啊,注意听啊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两根加热线 那么咱们这个养传感器想要工作,它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对吧 咱们这个养传感器先放一边啊 养传感器的工作条件 对吧,是不是要温度 对吧,啊,温度 温度呢,要达到300度之后呢,它才会工作,是吧 那很明显,哎,这个时候它叫要加热线干嘛的 啊 要这两根加热线干嘛的 是不是要让这个养传感器快速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 对不对 啊,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还有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说咱们这个养传感器 养传感器啊 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 叫开凡控制和必凡控制 这个咱们这同学要,要知道啊 你如果这个不知道有好多书上面它会写到,哎 养传感器什么叫开凡控制 什么叫必凡控制 咱们在这给大家试一下 什么叫开凡控制 啊 什么叫开凡控制 没有人知道啊 啊 你们都没有看过书嘛 咱们书上不是经常写 哎,养传感器要 进入一个开凡控制 或者说是必凡控制 没有看到过吗 啊 哎 好 证明咱们这里同学就是说 看书补给看的还是比较少的啊 开环控制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养传感器没有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 就没有反馈信号 冷车的时候叫开环 冷车的时候叫开环控制 必凡控制就是说养传感器有反馈信号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养传感器就是说 在咱们汽车上面的重要性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哎 那么假如说你这个养传感器一直不工作的话 你这个油耗肯定会大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好 这两个大家要记住啊 什么叫开环控制 什么叫必凡控制 好吧 暖车养传感器也加热到300度 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这个句话什么意思 我不太清楚啊 好 那么咱们这个时候看 看这个养传感觉 那么很明显咱们这个加热线呢 就是说 他呢就是说肯定就是说可以用电阻来测量他 对吧 那么他呢就是想要加热肯定是一个12V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根线 这根加热丝 这根呢肯定是到咱们的发动机电脑板 到电脑板去的 而这两根黑颜色的这两根线呢 他呢肯定是反馈到发动机电脑板 对吧 反馈到发动机电脑板的信号 那么他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呢 注意听啊信号是怎么来的 他这个信号呢就是说养传感器它的本身内部 比如说咱们二氧化搞的对吧 他这两根线就是说他养传感器本身呢有一个搞电池 搞电池 养传感器本身呢他这个呢就相当于咱们一个搞电池 搞电池呢他是通过就是说加热之后 这搞电池呢会本身自动发出一个电压明白吗 他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 咱们排挤管中的氧气和咱们的大气进行个对比 然后对比之后呢得出来一个电压 就是咱们这个信号线的电压明白不 啊能不能明白啥意思 这个是搞电池啊 就是说这个搞电池他需要加热到300度之后 他这个本身本身被发出电明白吗 被发出一个电压 当然他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是咱们的大气和排气管中的尾气 进行发血反应之后 然后出来的一个信号线电压明白不 啊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吗对吧 这是什么情况咱们这同学不理解吗啊 是不理解还是咱怎么回事吗 你们打个字或者说杀个花吗我好知道吗是不是 理解就理解吗 不理解就不理解吗 咱们快一点吗 哎对互动起来吗 是不是啊 再讲一下 那我跟你简单点讲啊 咱们书上就是讲的这个比较繁琐 简单一点讲就是说 咱们养传感器本身是一共是四根线 其中两根是加热的 一个是serve 一个是电脑板 控制它加热的 是控制它加热的是占空比控制的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讲 然后咱们这个信号线是怎么来的呢 信号线 他这个养传感器本身 他有搞电磁 是一种元件 然后经过加热到300度之后 经过300度之后 然后他这个搞电磁呢 会发出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呢 他的电压怎么来的 就是说咱们排气管中的尾气 和咱们大气 大气对比出来的一个电压 明白不 你们看过书的这里的同学 都会知道 咱们排气管 我给他找一个图 找一个图啊 咱们百度收一个图 你们看啊 养传感器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不 这个图有没有看到 养传感器上面有小孔 啊 小孔的这一次啊 是干嘛用的 知道不 是检测 是检测咱们排气管中的尾气的 而咱们限速这一边 限速这边 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边呢 他呢 又有一层是通大气的 是通大气的 好 好 我给这个 就是给他放 我再给大家再画一个图 让你们理解的更加透彩一点 好吧 好 咱们注意看啊 对对对就是排气管中的含氧量的多少会改变咱们这个那个啥呢 就是养传感器 这边的形状限点啊 这个听起来呢 可能就说会有点那个啥呢 就说 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啊 如果不注意听的话 等下会听晕的 好吧 咱们养传感器 本身 假设这两根黑色的是加热线啊 而咱们另外两根呢 首先说排气管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小孔 啊 对吧 这个位置呢 是咱们排气管中尾气的含氧量 是不是 而咱们从限速养传感器限速这边呢 哎 是一个大气 大气的含氧量 尾气的含氧量和大气的含氧量 进行一个对比之后 然后出来的一个点压 就咱们的信号线点压 明白吗 啊明白啥意思不 其实咱们这个呢 就是说 排气管装在尾排气管上面的这一层 是通咱们这个那个 嗯 排气管中的尾气的 而咱们的养传感器这边呢 它呢其实有一个 那个什么东西相当于咱们这个 嗯 就是说进咱们空气的进咱们空气的 然后他们两个他的和他的含氧量 哎 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得出来一个信号线 就是咱们的咱们所测量出来的 咱们所测量出来的0.1到0.9 明白不 四根线怎么会都是电脑过来的 我这里不是给你放了吗 12伏一般从哪里过来的 咱们这个同学是不是没有测试过这个养传感器 好咱们一个一个的说一个一个的说 先给我说信号线电压怎么过来的 有没有搞明白 啊有没有搞明白 搞明白 搞明白的打个一刷个发吗 好吧 快点啊 明白了是吧 好 那么咱们养传感器上面四根线分别是什么线 有没有搞明白 啊 有没有搞明白 也搞明白了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咱们再看啊 好我还拿这个图给大家吃吧 看了啊 养传感器的加热线 加成这个12伏的 知道不 游写车 游写车 它是从主机电器 主机电器过来的 游写车它直接是从保险师过来的 明白不 啊 这个应该明白啥意思吧 好明白就好 而咱们还有三根线呢 是到咱们发动机电脑板的 到发动机电脑板的 发动机电脑板这边 是不是只要控制它的 搭贴就可以控制它这个养传感器的夹子了 对不对 啊 是不是 那你说电脑板想要控制的话 我随便搞个三级换什么东西 好不好控制 是不是非常非常好控制 对吧 所以说啊 你看了啊 虽然说我在这里画的这么简单 这个位置啊 供电大家一定要记了啊 主机电器过来的还有保险是过来的明白不 别有个车你敢换养传感器 他就报养传感器短路或者是断路 你就直接给人家养传感器换掉了 明白不能这个样子你要去看 他这个保险是有没有报 我记得到我原来就修到一款那个朗衣车 新款的那个朗衣车 朗衣车 他那个车就说 嗯 装过之后嘛 养传感器那个下面 哎 养传感器那个下面呢 就说什么东西呢 嗯 那个 养传感器一样装坏了嘛 他就报一个故障码嘛 报一个故障码呢 因为我们那里是我们同事看的 然后就直接 一看养传感器也装弯了嘛 就认为这个养传感器坏掉了嘛 对吧 坏掉就直接换一个养传感器 换一个养传感器之后呢 哎 结果换上去之后 他还是这个样子 还是这个样子 最后他查查查查查了好长时间嘛 然后查不到 最后我们一看哎 结果 谁说是从保险师过来的 有个店 好吧 保险师是哪个保险师 他是单独的有一个养传感器的保险师 明白吗 啊 你像咱们朗衣车 我记得是特别特别清楚 是在咱们的 嗯 驾驶是左边 那个有个保险师盒 他的里面 他的里面 就有一个养传感器的保险师 1.6的好像是 咱们这同学改天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啊 那么要不 好 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养传感器 咱们养传感器 你像那个面包车 什么车 他有可能都是从咱们主机电器过来的 比如说 咱们打开电话开关之后 对吧 他这个主机电器呢 主地主机电器的一路是给咱们发动机电量板供电 另外呢又给咱们什么油棒啊等等之类这些东西供电明白不 它是分开的 好吧 好 那么我再问一下咱们这同学 那么这个养传感器好不好吃 假设想要测量这个养传感器简单简单 啊 想要测量这个养传感器方法特别特别多啊 很明显 咱们可以测量他的电阻对吧 那么我问一下咱们这同学 一般养传感器的电阻是多少啊 啊 因为咱们测量比较多对吧 别急嘛 嗯一个一个来嘛 你先说养传感器的电阻是多少 一般啊都很小的 对一般情况都是10欧左右 10欧亩左右 它的电阻不会很大明白不 明白吧 好 这个是它的电阻啊组织不会很大好吧 那么还有啊 就是说咱们这个养传感器啊 养传感器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同学哎 你说冷车的时候 咱们的养传感器要加热对吧 咱们热车之后它还要不要加热呢 啊 记住啊咱们其实他们所有的养传感器 它这个组织都是很小的 两根加热的都很小的 好吧 不要 不要的话那么咱们电脑怎么控制呢 嗯 嗯 其实说起这个控制啊 它就比较简单了 你像咱们的好多 东西都是这样的控制 咱们养传感器呢是这个样子 它那是一个占空比信号对吧 比如说咱们冷车的时候啊 我需要给你加热 我就给你这个加热的给你通电哎通电时间长一点 那你这个养传感器不就一直加热吗 是不是 好 能看明白不 图画的有点有点小丑 比如说咱们热车之后呢 哎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你通电时间短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对吧啊 明白啥意思吧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就说再给它通电 这个位置呢就是说再给它断电明白吗 那么这个 波形宽 就通电时间久 波形短 就代表通电时间短 对吧 那你想一下这个养传感器 假如说它的温度原本就这么高 你还一直给它通电一直通电 你说这养传感器很快不就给它烧坏掉了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哎 在冷车的时候我给你通电时间长一点 让你这个养传感器赶快点加热对吧 在热车之后呢我就给你通电时间短一下 我通掉通一下就断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养传这个加热的线 它就就说不会发热 就好像咱们这个喷油器线圈一样 那么假如说你这个喷油器一直通电一直通电 你这个线圈就很容易就烧掉了吗 明白不 好吧 养传感器加热是通过这种战口笔信号来控制的啊 理解了吧 对控制负极 就说控制你负极的搭贴时间长和短 好吧 谁控制的 肯定不是咱们自己控制的吗 肯定是养电脑板控制的吗 对吧 好那么咱们这些同学可以说一下 假如说我用一个万一表测量养传感器怎么样测量呢 什么时候关闭呢 什么他什么时候关闭啊 啊 搭贴什么时候关闭 我刚刚那个他不就相当于搭贴已经关闭了吗 我给你通一下断呀通一下断一下不就等一生 就等一生你这个加热时还没加热 我就给你断掉了你说他这个能能实现到加热的效果吗 他都实现不到加热的效果好吧 好那么你们在测量养传感器的时候是怎么样测量的 是这个样子测量吗 啊来测量这四根线还咋个样测量呢 塔杂知道有没有达到工作温度的 那你想要咱们汽车上面是不是有那个水温传感器啊 啊 对吧 是不是啊 电脑没有那么笨啊咱们汽车上面有水温传感器嘛 他肯定不是不是光光有氧传感器 大家要结合其他的传感器的信号明白不 你看咱们汽车上面每一个传感器他都是息息相关的明白不 啊并不是说 你比如说咱们空气流氧机假说坏掉 他就会影响咱们氧传感器的信号 是不是 对吧 好 嗯那你们在测量这个氧传感器的时候是怎么样测量的 啊 啊 有故障码 看电源 没故障码 看数据 嗯 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 其实咱们测量这个氧传感器的方法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哦 这个呢就是说看你怎么样去 检测他 好吧你这个东西你要看他你去怎么样检测他 那么比如说你说哎我测一下氧传感器店主 就知道这个两根加热的 这两根加热的好不好 那么这样的也可以你说我拿个万一表 测量信号线也可以 好吧 你说我用解码仪看一下数据流也行 这个东西就就看你们怎么样修好吧 那么我再问一下咱们这同学哦 测量方法有没有懂 啊 测量方法有没有懂 咱们这个氧传感器啊在测量的时候最好是这个样子 你测量他信号的时候啊 这个样子来测量他明白吗 啊明白不 不要说 不要什么样子呢就是你不要整个这样个这个样子测量 哎 你不要这样测量 这样测量呢 对这个肯定要在线测试啊在线测试 你不在线测试也行好吧 等一下别急啊 你假设要是这个样子测量他的信号线呢 就不准明白不 假设你这个搭贴搭的不好的话 那么咱们都知道氧传信号线电压是0.1到0.0.9伏之间变化 对吧他这个变化呢非常小 那么你要是这个样子大的假设他在搭贴不好 对吧他就会到1伏多 是不是啊 用直流电压档啊用直流电压档测 明白不最好打到两伏两伏的那个档位 然后来测量他好吧 不要这个样子测 最好呢就是和我刚刚设的那种方法一样 拿着万一表 哎黑表笔接这个位置 红表笔呢去接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看氧传感器的变化 记住啊记住 你想要测量氧传感器啊 想要测量这个氧传感器 首先要分清楚哪两根是加热线 然后呢他温度要达到300度之后 然后再去测量他明白不 不然的话你测量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好吧 整件啊嗯他们那个就是有卖那种 万元表上面专门就是那种不用破线的那种嘛 对一般的话你说那个加热线颜色一样 但是你像咱们法系车的话 他那个就是说颜色线呢 有好多颜色线都一样 对吧还有我再给大家说一次啊 咱们养传的信号线 他在代数的时候呢 你像咱们就说好多车型日产车 比如说你测量出来一个值 他是零点 0.4伏这个样子 就是他变化非常小 基本上不变化 在代数的时候 你说这个养传感器是好的还是坏的 啊 变化的非常慢 是好的还是坏的 其他东西呢 其实这个啊就不一定 我是测过这个本田 我记得我原来测的是本田私域的啊 在代数的时候呢 这个养传感器 他的电压就是很低 比如说他会在0.4伏左右的这个样子 他就不怎么跳动 但是他这个养传感器也是好的 而咱们正常的养传感器测量最标准的方法是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是咱们这个吃 所有的这种是针对所有的声音啊 油门加到2000段稳了 然后去测量养传感器信号线电压 这个时候他的电压十秒钟不会变化八次 养传感器有故障明白不 啊能不能理解 所以说咱们在测量的时候 假如说代数的时候 在0.4伏这个样子 他不怎么变 那么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他是有故障的 明白不 啊能不能理解啥意思 这个要记住啊要记住好吧 啊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图 你看这个四线的养传感器好不好啊 是不是感觉挺好的 但是咱们其实上面为什么又要设计五线的和六线的养传感器呢 他们两个之间对比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信号线电压的话 最好是油门加到2000转之后再去测量他好吧 对市面变化八次啊 那说到这里我再问一下咱们这同学啊 我假如说 假如说 我把这个养传感器插头直接给他拔掉 养传感器插头直接拔掉 我去单独的就是测量 水温正常之后我去单独的测量这两根信号线 你说万一表上面电压会不会显示 这个养传感器信号线有没有输出信号 会不会 好证明打二的同学证明还是没有去实实在在测量过 我给咱们这同学说啊 你没事你明天去拔个养传感器插头 你找到他两根信号线水温正常之后 你去把另外一头给他拔掉 你去单独的测量养传感器信号线 这两根信号线 你去看一下他有没有电压出来就好了 好吧 有电压出来的啊 有电压出来的 因为因为啥呀 因为咱们这个养传感器的本身 它是靠本身发电的明白吗 明白不 它是靠养传感器本身 它原本有个二氧发高 二氧发高就是相当一个高电池 它本身会发电 所以说你只要给它加热 到300度之后 它自己就会发电 所以说你就算把他 养传感器另外一端插头给它拔掉 它照样还是有电压法 好吧 六现在不懂 六现在不懂别急嘛 慢慢来嘛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再讨论一下 咱们这个汽车上面为什么要 你说四线的养传感器好不好 不是感觉挺好的吗 对吧 他为什么要设计出来五线的和六线的养传感器呢 人家既然说设计肯定有人家的原因嘛 对吧 他为什么要这个样的设计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看通讯啊 怎么可能嘛 精准 精准 精准体现在哪里 好 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哎 这个怎么没有了呢 看好 咱们假如说 红颜色这根线啊 是0.45V 对吧 咱们四线的养传感器 是不是说 哎呃 养传感器最开始 先加热加热 对吧 慢慢的加热 当加热超过 0.45V之后 然后就不给大家加热了 对吧 是不是 然后呢 咱们冷车的时候养传感器 就说要冷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要分合器加浓 对不对 啊 冷车的时候转速是不是很高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是为什么 就是让你这个所有的传感器能快速进入一个 暖机的状态 所有的传感器进入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所以说冷车启动的时候肯定是会加浓 明白不 当然咱们加浓到一定的程度热汁之后 那么咱们养传信号线点压 是不是肯定要超过0.45V 对不对 啊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超过0.45V之后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是不是又要减小朋友啊 是不是 浓了我肯定要让你小少点朋友嘛 对不对 那要是你一直还多喷油 那肯定就说 会怎么样啊 浓了再喷油那更浓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养传一期信号呢 就说要给减少喷油 减少喷油这个时候 养传一期养线电压 他是不是又小于0.45V 对不对 啊对不对 那么咱们这个方向电脑吧 发现哎小于是50.45V 是不是 就说那个 嗯 又代表混合剂了 混合剂是不是又要增加朋友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是不是就反复的 在0.45V上下上下上下进行一个调节 对不对 啊 还有咱们这个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呢 就是什么事情呢 咱们这个养传一期啊 视线的啊 他有些解码营呢 他就会只会显示 要么这个养传一期就显示浓 要么就显示吸 对不对 养传一期上面是不是这样显示的 啊你用解码营进行读数据的 哎他用解他之前是 这个车养传一期是不是浓 还是吸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视线的养传一期缺点是在哪里的 他的缺点就是 我不知道你这部车到底浓了多少和吸了多少 明白不 具体浓了多少吸了多少 我需要再给你增加烦油量增加多少 或者说我给你减小多少 我没有一个标准值 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五线的养传二期和六线的养传二期 他就出来了 他呢就可以达到一种效果 他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这个是咱们的养传二期 对吧 好假如这个位置也是零点四五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哎 他就可以让你这个 点压上升到零点四五乎左右 他就这样 哎 基本上就是稳定在这个零点四五乎 相差不会很大的 相差不会很大的 那你说这样 这样 你对比一下是四线的养传二期好 是五线还是六线的好 啊 哪种好 那么很明显 五线的和六线的养传二期好 因为他控制比较精准 对吧 是不是 他控制就精准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你这个车 油耗就可以控控制的非常好 是不是 好 这个时候咱们来看一下五线和六线的养传二期是怎么回事 好吧 他又是怎么样控制的 你看咱们现在为什么好多高档车他全部都用这种五线和六线的呢 对吧 那肯定会有故障码呀 好 那么在讲咱们这个五线和六线的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画一个图 好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养蹦是干嘛的啊 看好啊 咱们这个养蹦是干嘛的 咱们这个养蹦呢 其实他这两边呢 就是说也是一个化学的东西 化学东西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我给这边通上一个正 我给养蹦 这个位置呢 通上一个正 这边呢通上一个负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呢 就是养蹦呢 他本身本身就会 就会运动 运动然后把这里面的氧气 氧气通过化学反应给他蹦出去 明白啥意思不 啊 比如说 咱们现在这个氧气室里面的氧气 太多了 就说排气管中的尾气 太多了 这个时候呢 我为了让这个 这两根信号线 这两根信号线始终保持在零点四五伏 始终让他保持在零点四五伏 这个时候呢 在氧泵 氧泵 就会工作 工作 那么把里面多余的氧气给他蹦出去 蹦出去 使这个氧气室里面的氧气达到 始终保持一定的量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电压 是不是一直保持一样了 啊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这个氧气室里面氧气 啊始终是40啊 假如说一个数据啊 那你说多余的氧气进来 比如说咱们突然间进来了就是多少 嗯比如说咱们突然间加速啊进来了42克对吧 这个时候呢 电脑板就会给这个氧泵通电 氧泵呢 这个时候就会工作工作 然后把这里面多余的两克的这个氧气 就会通过他的本身 然后就给他蹦出去 蹦出去之后 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又达到40的氧气 是不是 那么一达到40的氧气 这个电压是不是又始终都是保持在零点四五伏 对不对 啊 明白不 那么假如说这里面氧气太少了 那么怎么办 啊氧气太少了怎么办 我直接给你急性翻转 上负 下正 对就是翻过来 翻过来 蹦 他这个氧蹦啊我跟你说 并不是像你们说的哦像一个抽水机什么东西的 明白我并不是像一个抽水机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化学的东西 你就算把氧气给它抛开 你也看不到 它是一种化学的元件 明白吗 你给它通上电奏 它本身就会运动 会运动 哎然后把你的氧气给它蹦出去 明白啥意思不 不像你们所说的哎呀我用个抽水机什么东西不是那个样子啊 你既然把它养成氧气你给它跑开 你也看不到啥 线跟线都没有线都没有啊 他直接就是说这个样子 比如说他直接引出来六根线对吧 哎这两个还是加热的嘛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发动于电脑吧 对他直接是通过化学反应啊 这是不是六根线一 二 三 对吧 黑暗色这两个四五六对不对 六根线嘛 毛都没有哈哈 你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 抽象是有点抽象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别人不要说一个哎 养泵你就把它养成氧气给它打开看养泵到底在哪里 这个养泵是发动机电脑板控制的啊 发动机电脑板控制的明白不 除了加热线其中一根12伏 是咱们主机电器或者说保险是过来的 之外其他这几个这五根全部都到发动机电脑板的啊 全部都到发动机电脑板的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的啊 这个想的不用想的好吧 养泵的话 有电压但是你是测不出来养泵你在测试的时候只有测它的那个什么东西测它的那个嗯 电流明白不它是电流控制的 如果是单线样本是怎么工作它怎么会是单线呢 它怎么会是单线呢那么我跟你说一下啊 五线的是吧 五线那么就少一根线嘛 它共用咱们这个信号线的搭贴不就可以了吗 你这个测量不出来电竹的这两个共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你们没看咱们那个 啊 这两个共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五线的应该不 你看加上的一个12伏一个搭贴对吧 一个0.45 然后一个搭贴远半的再一个好吧 为什么我赌到呃0.0到2伏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哪一个 哈 然后这个时候啊 啊你听我说 我现在就说跟你说一个标准的数据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来想象一下来看一下怎么测好吧我跟你说啊 还有咱们这个养传辣器 看了啊 那复级怎么转翻的 复级的哈电脑本直接内部直接转换呀 看了啊 好 假如说咱们在测量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测量出来这样几个值 一个呢是14伏 而咱们的控制加热的线听了啊不管是什么车型 听着啊不管是什么车型 他只要大于0伏 小于咱们电瓶电压都是正常的包括四线的 记清楚没有 不管他是2伏3伏4伏5伏6伏7伏8伏9伏这个样子都是正常的明白不 这两个是 养传感器的加热线 养传感器的加热线一个是14伏 另外一个只要大于0 大于0啊比如说他是1伏2伏3伏4伏5伏这个样子都是正常的小于电瓶电压都可以好吧 这两个是加热的 好有没有看到 啊 假如说咱们在测试的时候啊这个呢是原来我在修车的时候咱们这有个同学测试出来是这个样子 你说他这个六线的正正不正常对不对 啊对不对 那很明显啊 看着啊 这两根 是干嘛的 这两根线啊是加热的 加热的线啊 加热的线啊 而咱们你看一下你看下2.5到3.0 是什么线 啊 他的电压是在多少 对 这两根呢就是咱们的信号线 这两根呢就是咱们的信号线 而这两根0.2到2.8伏这两根是什么线 啊 啊 什么线啊 这两根呢是咱们仰邦的 对仰邦的 那你看他这个电压 那你看他这个电压 他这个电压 是不是始终保持在 相当于啥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这个车 始终保持在0.15伏 对不对 0.25到3.0之间 啊 什么 是不是 而2.2到2.8 不是0.1到0.8吗 你看他这个电压变发范围在多少 并不是你说哎呀 每一款车他都是必须是0.1到0.0.9伏 你看他这个仰邦呢 很明显一个14伏电瓶电压过来的加热的 而5伏是加热的控制线 对吧 而咱们0.2 0.25相当于咱们的搭贴 三伏呢 相当于是咱们的那个信号线 对吧 他这个是不是在0.45伏之间 对吧 啊 是不是 而咱们2.2到2.8 不就是咱们养邦的吗 啊 只是他这个参考地 不是在0伏 明白不 他这个参考地是在2.5伏 明白啥意思不 啊 这个你自己转换一下吧 他的电压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的0.0.15吗 啊 而这个信号线电压仰邦的信号线电压相当于什么 不还是0.1到0.9吗 对不对 啊 明白不 对 就是决定咱们这个地线的电压 他这个呢 就是说你根据地线的电压来变化的 那么比如说咱们测试出来一个值 信号线电压假如说是3伏 对吧 假如是3伏 那么咱们再来一个数据啊 比如说一个是14伏 一个是8伏 那么还有一个3.0 电压 再来一个呢是3.5 而咱们仰邦的他呢就可以是在我看一样啊 嗯 2.8到多少 2.8应该是到3点几 3.6嘛 是不是 啊 他这个不都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一样的 啊 是不是一样的这两个其实是不是一样的你自己看 14 加热的供电 8伏 加热的控制 对不对 3.0 相当于咱们的地线 而3.5 仰邦的信号 对不对 而2.8到3.6 仰邦的 对不对 只是他这个参考地不一样啊 你有有可能测试出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去分析 你去看他信号线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有点奇葩是吧 好这个呢是你讲过之后你就知道不讲的时候你去测吧 哎老师他这个仰邦的电压怎么会这么高呢 你自己去误吧 这就是咱们的学习的好处啊 我想最开始假设是没有学过的 你要是不知道的肯定会测到一头雾水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我跟你说 好吧 咱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讲到这里